决定求生进度 决定专业弥陀 这是大智慧 不是真实智慧的人 他怀疑 他认为 这个法门之外 还有更好的法门 他还要去找 找到最后找不到 年代也往生了 他也没分 这叫真正阔显 这是哪些人呢 是不少的宁佛人 李老师 早年在世 常常给我们这些学生 提醒 古时候 宁佛人 万修万人去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现在的宁佛人 一万个年佛人 这当中真正能往生的 也不过是三个五个 六十年前说的话 那么六十年后 我今天来讲 一万个年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有没有三五个 没有 应该说什么 一两个 什么原因 现在人的烦恼 习气 业障 比六十年前的人重 六十年前 还有三五个 现在大概只有一两个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原因呢 原因就是你没有决定 心里还有很多 操心的事情 把念佛忘掉了 忘念太多 妄想太多 都是与自己 不相干的事情 何必要去想它 何必要念着它 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不把佛放在心上 释出世间 一切杂物 放在心上 统统造成对念佛的障碍 确确实实 它障碍你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记住 下面有圣满 宝枯月 绝顶未信也 半信半疑 是不是 我真信 真相信 我真愿望 可是 许许多多事情放不下 说实在话 那都是不信 啊 检验我们 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是不是真的相信了 张安家大使教我的标准 你是不是真正做到 真正做到 你相信 真正做到 你明白了 那做到是什么 放下了 明了是看破 真看破了 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没有放下 没有看破 不要自己以为看破了 没有 那这怎么办 这就要用教来帮助 今天 他起作用 我读的不够 我了解的不够 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 真明白了 真了解了 不可能发生这个现象 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很幸福 发喜充满 心里只有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是真正的 弥陀的词 大蓝 大蓝 平安 这时是真正的 大蓝 小蓝 飞 小蓝 使用